6月15日,苏宁易购连续发布两则公告,公司第三大股东苏宁电器集团被动减持1000万股,并表示未来6个月内可能减持不超过3.835亿股的股份。 另一个就是,时控人张静东所持5.8%股份被司法冻结。 受到这些消息的影响,苏宁易购的股价大胆封死跌停,距离去年7月的最高点12.95元,不到一年时间,已经下跌了56.8%。 虽然6月16日,苏宁易购宣布临时停牌,但如果没有利好消息出现,未来跌过60%,甚至跌过70%,也并非不可能。 目前,在苏宁的股东名单里,已经看不到基金的身影。 也就是说,现在机构早就跑完了,除了想卖又不敢卖的大股东,也就剩一些,下注苏宁会出现反转的散户。 与此同时,又有媒体爆出,苏宁易购南京总部将员工宿舍出售,并且要求员工一个月内搬离。 其中一些员工,刚交了半年租金,就被通知搬走。 据称,该员工宿舍名叫紫金加月,原本只租给校招生,月租金,一般会低于市场价。 上个月突然开放给全体员工,并且只接受,预交6个月租金,再卖了员工宿舍后,第二个月,就赶人出门。 有网友回复称,已有部分员工,组建微信群,准备起诉苏宁易购。 苏宁易购,出售自持物业,从这一点也透露出,其资金吃紧,欲加速回血。 苏宁走到今天,虽然意料之外,却也在情理之中。 2011年,苏宁总营收,938亿,净利润48亿,同期的阿里,净利润也只有16亿。 但11年过去了,阿里净利润达到了1500亿,就连京东,也都摆脱了亏损。 可苏宁的一手好牌,却打得稀赖,仅两年时间,就从民营500强,变成了负债3000亿。 其实,从2012年开始,苏宁的日子,就并不好过。 当年8月,京东与苏宁发起价格战。 刘强东声称,京东大型家电,三年内零毛利。 所有大家电,保证比国美苏宁连锁电,便宜百分之十以上。 为了应战,苏宁开始被迫降价,发展线上商城,加大投入物流产业。 2013年,苏宁还开启了铁锁连横战法,线上线下相同价格。 作为一个,拥有1500多家门店的,庞然大物。 苏宁在成本方面,本来就要比京东要高很多。 而且,苏宁作为A股的上市公司,如果连续三年净利润为负值。 交易所就有权决定,暂停公司股票上市。 但是,头上有盈利目标,身后有成本大山。 苏宁的价格,拼不过京东,也是自然而然的事。 此时收缩线下门店,降低成本,扩大线上商城宣传,变成了唯一的出路。 而苏宁,也确实这样做了。 翻开苏宁的财报,2016年的店面,比2015年,减少了67家。 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,也比前一年下降,1.03个百分点。 但是,2017年之后,苏宁却突然走向了另外一条路。 苏宁的门店数量,在2017年和2018年,开始以接近300%的增幅,往上涨。 这是为什么呢? 2015年在与京东的竞争压力之下,苏宁选择了和阿里紧急结盟。 2015年8月,苏宁与阿里宣布达成战略合作。 苏宁云商,以140亿,占阿里股份1%, 而阿里花了283亿,占苏宁19.9%的股份。 那个时候苏宁溢购,跟京东差距还不大。 京东也是刚刚上市不久。 所以阿里选择与苏宁合作,也是希望苏宁溢购,可以成功拦截京东。 不可否认的是,2016年,苏宁确实从与阿里的合作中,获得了流量。 线上销量占比,突破了40%。 而与阿里巴巴的换股合作,也让苏宁,在2017年和2018年,通过出售阿里股份,实现了扭亏为盈。 2017年,是苏宁的战略,出现转折点的一年。 在当时,马云提出了一个著名理论,新零售。 马云大胆预言,纯电商时代,已经过去,未来十年二十年,没有电子商务这一说,只有新零售。 也就是说,线上线下和物流,必须结合在一起,才能诞生,真正的新零售。 从此张靖东,成了新零售的信奉者,并明确提出,未来的零售,就是智慧零售。 为了智慧零售,苏宁在两年内开了9,554家线下店,是原有数量的好几倍。 即便都是小店,也严重消耗了苏宁的资金。 可是,苏宁的新零售战略,并没有扭转局势,反而在一个时期内,抬升了销售费用率,导致苏宁主营业务的亏损扩大。 到了2019年,苏宁收购万达百货下属,全部37家百货门店,年中,又出资48亿。 收购加勒福中国,80%的股份。 这两笔投资,看似风光,但让苏宁的财务状况,更是雪上加霜。 2012,至2019年期间,苏宁易购的利润主要来源是,营业外收入,投资收益,这两个项目。 说白了,就是不停地抛售资产。 例如,2017-2018年,出售阿里巴巴股权,2019年,苏宁金服的股权融资。 而主营业务销售利润,除了2012年,和2018年以外,都为亏损状态。 到了2020年,苏宁易购的营收,同比下降,6.29%,净利润亏损,42.75亿元。 截止2020年9月,苏宁易购的债务,已经有469亿。 后来苏宁的资金链断裂,在渤海银行的贷款造成违约。 多家银行纷纷提高警惕,3000亿的债务犹如泰山压顶。 苏宁现在确实极其困难,各种债务已经一触即发,而本身的经营也不能造血,甚至还在不断地失去。 整个生意模式存在严重的问题,而整个集团的负债总额也已经高达几千亿的水平,远远超过其手上的流动资产。 所以它已经变成了一个10个锅9个盖子的游戏,需要不断地腾挪资产堵漏洞。 而就在这时候,2017年,借给恒大的200亿还要不回来,只能被迫债转股。 于是后面就引发了林源卖球队,转手苏宁易购股份等一连串的连锁反应。 但这些都只是杯水车薪,大量的门店关闭,新官司不断,这让外界一度怀疑苏宁将要倒闭。 那么问题来了,谁会来接盘苏宁?虽然一直在辟谣,但消息已经满天飞。 截至6月15日收盘,苏宁易购股价报收于5.59元每股,总市值为520亿元。 按照此前25%的股份预转让比例推算,交易涉及市值将超过160亿元。 在如今这个紧张时期,真金白银掏出160个亿,可不是谁都能出的。 所以,接盘侠很可能是国有企业。 据市场传言称,交易对手方可能是来自江苏国企等组成的财团。 其中包括江苏省国信集团、江苏交通控股等多家江苏国企。 目前正在讨论的估值范围,大约在80亿元至100亿元人民币。 当然,目前这一传言尚未得到证实。 除上述传言外,阿里国美也一度成为苏宁的绯闻对象。 但实际上,阿里在这一段时间已经眼齐息骨。 国美自己也自古无暇。 其实,张近东也谈不上有多少失误。 近些年,虽然不停地买资产,但买的,大都还是优质标的。 说到底,主要还是苏宁,没有互联网基因,自然败退而已。 回想当年,国美苏宁的巅峰对决,哪有淘宝、京东插话的份。 而此时,他们在互联网巨头面前,都已经成了降维物种。 当年的两大巨头,如今已成小矮人。 截至6月15日,国美零售市值37.4亿美元,苏宁易购市值81.1亿美元。 而同日的股市数据显示,阿里美股市值5694亿美元,拼多多市值1527亿美元,京东市值1104亿美元。 朱叶立身之本的溃败,大本营都插上了互联网旗帜,显然败局已定。 资金链,也只是最后一击。 诚然,苏宁这样的公司,不会彻底崩盘。 大量金融机构与资本大佬,都在苏宁身上下了重注。 一旦苏宁垮了,将会对整个江苏,乃至全国的金融体系,造成严重的冲击。 最终,只有实际控制人大幅出让股权,苏宁也能度过困境。 不过,一旦到了这个地步,公司也往往会陷入半死不活的状态。